在辽宁卫视的一次春晚上,张伯芝和小沈阳同台演唱,在演出进行到三分之二时,小沈阳突然搂住了张伯芝的腰。 这一举动让网友们唏嘘不已,纷纷辱骂小沈阳,称他公然吃张伯芝豆腐,而当事人张伯芝反而夸他还感谢他,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原来是那时候,小沈阳和张伯芝在台上深情对唱爱上了你。 张伯芝虽然当天穿的不是什么低领服装,但可能是身材太好了,唱着唱着上衣的扣子便被崩开了一颗。 当时的张伯芝还不知道自己就快要走光了,而这一幕刚好被同台的小沈阳看到了,连忙把兽捂在扣子崩开的地方,顺势搂住,避免了张伯芝走光。 而张伯芝被这一波操作吓到了,但也聪明地检查下自己,才发现是这种突发情况,但是他俩还是默契配合,直到结束才下台整理,在搂着的过程中也不是尴尬的表情。 全程淡定地坚持唱完,也是特别敬业了,但是在看春晚直播的网友们并没有看到走光的镜头,只看到搂住的镜头。 于是开始急了,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小沈阳占张伯芝便宜,在镜头面前不检点,负面消息随之而来,而张伯芝却大力解释,要不是小沈阳唯我解围,上热搜就是我了,还向小沈阳表示感谢,小沈阳这才得以证明清白。 但是也就是在这场演唱后,再结合卓伟爆出的猛料,反映了小沈阳和张伯芝两个人的关系。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电影《何东是吼2》,主角正是小沈阳和张伯芝,相传是张伯芝因为艳照门事件,事业一落千丈,无奈之下选择投靠赵本山,希望能够重新回到演艺圈。 一切东山再起,在该剧播出后,就有爆料称张伯芝跟小沈阳搞暧昧,称港台的著名女神跟喜剧大王有过一段关系,虽然没有指名道姓,但通过种种提示都能把他们俩对号入座,只是当时的网友还没猜到是他们两个,提示是这位喜剧大王身高在173以上,还上过春晚,港台女神有孩子,还是狮子座。 于是在上面提到的张伯芝和小沈阳同台合唱中找到了答案,为了保护张伯芝,不惜自己被大众曲解,搂住的画面也是既暧昧又温暖,丝毫不觉得尴尬,甚至还有眼神微妙的互动,让大家很难不下想呀。 但细想,两人这波操作竟没有一点违和感,仿佛很平常,这样看来其实基本就可以和之前的爆料对号入座了。 在拍摄和东施吼二时张伯芝刚好和谢霆锋离婚,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谢霆锋无法接受张伯芝跟小沈阳搞暧昧,宁可放弃抚养权也要离婚。 但是其实张伯芝自己也澄清过当时拍第二集的时候早已离婚。 也不存在什么暧昧关系,所以还是不要随意揣测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,点关注不迷路,我们下期再会。